可是根据国外的基因序列分析 他觉得说这个新型流感病毒 他是没有抗要性的 他是根据他的基因去推荡 他没有抗要性 那事实上他并没有 还没有在病人身上 做过一个统计的分析 那不过在这方面 我们是可以比较乐观一点点 因为客流感毕竟是 对几乎所有的动物流感病毒都有效 那只要墨西哥当地没有浪用客流感 他那边的这个动物流感病毒 可能还是可以用客流感去对付他 包括这个突变种 大概也是可以对付的 副作者我要请教你 其实针对这个 我们还是把它叫株流感 可能大家比较要听得清楚 不过株流感就是 其实就是H1N1新型的流感病毒 针对这种新的 然后已经造成100多个人死亡 全世界各国说实在 坚定要死了 WHO已经召开了会议 向全球宣告说要进入紧急状态 明天要再开一个会 要不要从第三级的警戒 再提高一级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封城十天 这阵间的恐怕是通通不准进出 停课学校全部停课 大规模要来种这个疫苗接种 美国的部分要加强检测跟控制 必要的时候呢 要用这种实验性的测试药物 通通都要拿出来用 加拿大是要跟着WHO 来去调整警戒程度 日本呢 现在所有从墨西哥入境的旅客 要测量体温 中国的部分呢 也是要把疑似感染的人隔离 香港同样也是要举行 所谓的大流感应变计划 韩国呢 同样也是机场去检查 台湾当然也不是说比较轻松 包括我们现在海关的出入境 都有做比较好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检疫的这个工作 可是我请教一个步骤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现在传出来这个所谓的株流感 就是H1N1这个新型病毒 它的潜伏期大概有1到7天 而且发病前一天就会有传染力 那意思就是说我还没发生 譬如说我中了 我中了株流感了 我也才发生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传染力了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跟你们三个人讲话 我可能已经把病毒都传给你们三个 可是我没有发烧 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传染力 换句话说 现在不管是从墨西哥 美国 日本 或是其他国家来到台湾的人 他没有发烧 但是他很可能已经得到株流感 我们怎么防疫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大漏洞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百姓不要那么紧张 但是政府要先紧张 有应变的机制先出来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 你有肠病毒 那时候卫生署 当初还没有很具体的这样的解决方法之前 我那时候在台北县当卫生局长的时候 我就建立县长 只要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班级里面看到有两个疑似 肠病毒 那么该班左右就要停课 如果全校里面有几位 被疑似有肠病毒 就小额科专家认为是肠病毒 感染的话就全校停课 类似这样的机制如果及早把它设置好 那相信假设了 我们里面教授他们这些小科专家 已经都有共识说好 现在如果在某一个单位发现有两人 一次有这样的新型流感感染发生的话 那么该校就停止上课 那如果证实有一个或是几个产生这样的感染的话 那就是要采取什么样更大型活动取消的这样的机制 政府如果先有这样的应变计划先出来 配合的海关进出口 要小心 除了说这些原先讲的怕侵流感传来 那些走私了 通通要全部杜举之外 那在境外进来的 不管你是不是墨西哥来的 哪一国来的 通通要量体温 就是用那个眼红外线去看有没有发烧 如果有些症状 那怎么样去让我们知道 或是追踪 如果有一试 赶快就是隔离 然后做治疗 那类似这样子的应变计划有 我相信不要让老百姓很紧张 就我刚刚讲的 都还没有来 全部都去买口罩 听说我在经历车上 就听到人家讲说 这些口罩很难买 又缺货了 怎么会变成像上市那个时候 现在大家要记得恩情有的那种 其实没需要 其实你现在人真的是 心情流感来了 你戴口罩有什么用处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除非你病人戴 一般人戴口罩干嘛 我也看不清楚 不过这个我就要请教一下陈老师 现在一般人到底 大概那个政府到底该怎么紧张 是不是做的不够 是不是还慢慢拍 我们等一下好讨论 一般民众 刚刚副作讲说 你一般民众戴口罩也没什么用吗 是要有病人来戴口罩 到底这个所谓的株流感 H1N1 它的传染途径是怎么样 是不是说我得到了 然后我坐在这样子我们一个空间 我跟你们三个讲话 我就会传染给你们 还是说我一定要打一个很大的鼻涕 然后直接飞沫传染 或者是说我可能摸过的这个东西 你再摸一下 然后经过口鼻 就会传染 到底那个传染的途径跟几率是怎么样 其实流行性感冒 它传染的话就是主要是飞沫传染 飞沫传染也是会的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民众自保的部分 当然就是你一定要饭前洗手 一定要洗手 然后出入公共场所 回来之后也是要洗手 另外的话 我倒是觉得说 其实如果要小心的话 这不只是病人戴上口罩 就是你要去公共场所 你也是自己就戴上口罩 因为你自己戴上口罩 你还是可以避免 因为你总是不晓得 什么时候在搭捷运的时候 旁边有个人在咳嗽 等到他在咳嗽 你再口罩戴起来都已经来不及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已经得到的话 那我跟你面对面 然后我朝着你的脸 咳嗽或打噴嚏 你一定会被我传染 在动物实验上面已经知道说 只要距离是在1.8公尺 也就是180公分左右 在这个近距离 只要有这样子的 有咳嗽都会被传染 所以其实是近距离的 飞沫传染 所以真的还是 如果说真的疫情蔓延到台湾 大家还是要小心 不过我们还是澄清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证实有疑似病例 不过呢 待会7点半左右呢 卫生署可能会召开一个记者会 说明现在在台北鼠立医院的 那位病患 是不是疑似感染到 这个所谓的株流感 可是我们来说 到底个人如何避免这个株流感 刚刚陈老师讲得很清楚 遇到什么 你要吃东西的时候 赶快先洗个手 万一你不小心摸到什么东西 吃进去 大家就得到了 第二个呢 在密闭空间最好是戴口罩 还有说尽量避免接触 可能疑似的这些病患 还有就是刚刚李医师讲说 如果你感冒了 发烧了 拉肚子了 或是咳嗽咳得很惨的 打喷嚏的赶快去看医生 还有看医生不是说 你看医生说 我头痛感冒流鼻水 这样而已 你要说你有没有去哪里 你要清楚的告知 你的旅游时是在哪里 然后你如果是有这些症状的话 最好戴个口罩 不然你手也稍微遮一下 可是我请教一下李医师 我要问说 这个株流感 这个症状跟一般的感冒的症状 是一模一样 临床上你们真的判别的出来 这个人是一般的流感 还是株流感吗 这个很困难 如果像SARS的时候 如果他是很严重的病人 有严重的肺炎 我们看他的胸部X关 他的确是有一点特点 我们一看就怀疑他是SARS 可是尤其是在发病的初期 或者是如果只是轻症 他没有并发肺炎那些重症的话 你不一定 医生也不一定能够马上判断 他是不是这个株流感 那株流感当然有他的特点 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病毒 所以病人他的发病会比较严重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红眼睛 就是那就是一种细胞技术 过度激化的结果 当我们一个人发烧太厉害 我看小孩子很多发烧太厉害 他眼睛都会红起来 很典型的就算穿疾病 他就会红起来 那禽流感以前的病人也会红起来 这个发烧太严重了 越严重的病人 我们会越考虑说 是不是一个新型病毒在作怪 但是因为台湾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株流感的确定病例 所以我们现在要怀疑 他是不是这种新型流感的话 一定要有旅游死 或者是接触死 那刚刚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没有发烧 那甚至就会传来传去 我们怎么去预防他 所以以前我们在对付SARS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问到他的亲人 就说这个小孩子来他发烧了 我会问他说 我当然会问说 你有没有去大陆 有没有去哪里 我还会问说 你的家人有没有去大陆 有没有去哪里 如果是这种间接接触的话 还是有可能 我们以前在SARS的期间 台大医院曾经诊断过 一个确定的儿童病例 他是有一个阿姨从大陆回来 那个阿姨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那他跟他玩 完了以后这小孩子发烧 那看起来有肺炎 我们觉得奇怪马上把他隔离 后来培养出SARS病毒 这个就是不发烧传染的病例 而且是间接接触传染 所以我们临床医师在对付 在面对这个新型流感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不只是病例本身 有没有去过疫区 或有没有接触疑似病患 他的亲戚朋友 他的亲密接触的人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的话 最好要提高警觉 他如果有异常的临床症状 也要做检验 那我要请教你 SARS那时候大家就说 我如果说疑似我发烧没人敢说 因为我一讲的话 马上就被隔离 然后讲说这个人 好像中中这一样 大家怕就是 然后这个人被高度的污名化 到现在还有人愚迹有蠢 然后